你摆个臭脸干什么 你打不打你不想打你到旁边去 然后他还努力的坚持打 你别打我现在不让你打 你心里不舒服你就到旁边去调整 你调整好了再回来打 然后他一边流眼泪一边在旁边调整 然后调整完了他就回来打 打得特别好 打得特别优秀 我觉得这个模式特别中国人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说 隐忍 一种忍吞里面 找到了一种驱动力 找到了一种能量 这个就是你说的痛苦所带来的东西 痛苦他不光光痛 但同时也能让他带来一种能量 很多世界冠军 很多那些那些成功的人 很多那些克服自己 就是所有的这个不利的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在逆境当中找到一种动力 嗯 但是在那个背后 我觉得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创伤 嗯 这个创伤是需要被修补的 嗯 有朝一日这个创伤 如果被 就说他这一关他虽然过去了 但是他他在另外一些方面 他会体现出一些不同的这个特质 或者由于他这次的这个迎人 所带来造成的一种连锁反应 是 那个东西 你读解不到 那伤口 那个那个伤口 那是他的伤口 那个伤口被藏起来 嗯 如果有一天那个东西被扒出来 嗯 他会流干他所有的这个眼泪 嗯 那个城堡里面包含的创伤 嗯 那个创伤仍然是需要 拿出来被抚 嗯 我们的人生到最后就发现 我们被无数这样的这个创伤 都在疗伤的是吧 所以我说的所谓的这个成长 其实并不是说我突然又进步了 嗯 不是这么回事 成长的概念是说我懂得 嗯 我敢于把我过去 藏住的那个伤口 现在拿出来 把那个能量做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 嗯 我才成长了 他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 最让你 不舒服的创伤 你愿意说吗 你觉得伤口 天呐我以前来怎么没有这个东西 最近 你是今天因为录节目你才拿出来的吗 一直在改变我 把这个包住了 然后一口 嗯 Oh my god 食物对你的疗愈作用也很大是吧 嗯 你吃完再说 嗯 太疗愈了 哈哈哈 我告诉你 其实我觉得 嗯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嗯 就是电影啊 嗯 电影帮助我去寻找自己的这个伤口 嗯 帮我去面对我自己这些问题 这当中解决 他哪怕是 他哪怕是欲言又止的 嗯 嗯 他哪怕是这个邮报琵琶判侧面的 嗯 但是 但是但是我觉得起码它是我的一个一个处理 最少面对这个事 对 嗯 有有多少人是都都都没有这个机会 嗯 嗯 对大部分人都在躲避这个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 特别是中国人 嗯 嗯 我现在真的被困在K3火车上了 这个火车从北京开往莫斯科要六天六夜 他说六天六夜全在火车上 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这故事做出来挺窘的啊 嗯 这个车六天六夜都不能洗澡的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火车的车票比飞机票还要贵 我说如果再极致一点 如果一个中年人跟自己的妈妈被关在这个火车上 哈哈 做六天六夜 我觉得基本上就疯了啊 嗯 我跟你发微信了呀 我记得你不要给我发这种六十秒钟的语音方证了好吗 我真是受够了给你查查查查 嘿 在她面前我要维护你 在你面前我要维护她 哈哈 我是你麦 就是窿妈的这个缘曲其实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很多人跟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不管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一个中年人 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原生家庭就是大部分都是一种被被控制型的一种 爱 我这是为你好啊 我这是为了爱你啊 你为什么不像那样子呢 你应该这样子吗 这都会有很多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标准 觉得对方应该活成某一种样子 但是由此带来的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矛盾 那等到越来越成熟或者越来越成长 这个矛盾关系冲突越来越剧烈 这是中国整个这个家庭的一些一些问题 他们他们告诉我过年之后心理医生变得很忙 大家都就需要去受不了了在家里待着 可是中国人是最讲究所谓的这个家庭呀 就是每次的家庭那个何家欢大家就是一起过了一个圣诞节 真的过一个圣诞节 就是说他所能够描述出来的景象是像迪斯尼一样的 但中国的何家欢背后充满了各种就是说厮杀和玄机 可是你会发现中国讲家庭这个电影有几部 我现在就要问你指标底说得出来吗 脑子里想到的关于一个家庭 关于父母孩子冰山这个瓦解了啊 你讲不出来 你讲不出来 为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变成无法描述 不愿面对 这些家人渐渐渐渐就变成一种 互相的一种最没有办法沟通的人 很多无奈 很多很多的这个无奈 所以我们试图通过一部电影或者是说一个旅程 可以完成一次就是大家的这个放手 就是就是放开大家松弛一点 然后大家就是彼此舒服一点 那你在处理这个新的这个母子关系的电影中 就是你觉得最难处理的这种部分是什么呢 亲爱的 我觉得最难处理的部分就是就是妈妈怎么样跟孩子说对不起 妈妈怎么样对孩子说谢谢你 这两句话都是最简单的 以孩子怎么样对妈妈说我爱你 这个这个这个三句话怎么样去说出来 我觉得中国人不是不愿意说我爱你 他不愿意这么一种草率和简洁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出来 因为因为要说的太要说的内容太多了 我尽量把它处理的就整个在电影的一个结束的时候给它处理好了 让让观众能够在心里面读到这个话 确实也把这个电影播成东西把自己治愈了是吗 前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是我拍电影之前的有一年就是我带我的妈妈一起去旅行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旅行很轻松啊去那个南美 然后去那个玻璃尾压的那个天空之境的那个啊 但其实那个旅程非常辛苦 每一个点跟每一个点拒绝都拒软 而且住宿条件很差啊 就就然后他们东西有多我令人好好大两个箱子就是说 嗯 然后当中也因为各种的这个这个矛盾和身体的这个原因就是说 有很多冲突有很多吵架 嗯 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老太太就是说 他越活越自在了 我发现他每天的这个朋友圈里或者他他给自己找到很多事情 这个让我感到很很开心 嗯 他注意力不再完全在我的这个身上 嗯 嗯 后来整个活动全做完了啊 他 他过来抱抱我 他说他说谢谢你啊 儿子啊 嗯 当时我其实很感动 我觉得我其实是很羞于对我 对我妈妈表表表表情感的啊 就所以说那个我戏里面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抱抱你妈妈 就是我抱抱不下去了 就是那样子 嗯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我觉得我妈妈比我更加勇于突破 嗯 他他他他比我愿意突破那个所谓的那个安全区 他他为此做了他最大的努力 但是 就对我自己这些很难的事情啊 嗯 嗯 嗯 所以 有时候你觉得能够拍电影啊还是很幸运 嗯 你掌握了一个表达的一个权利 嗯 去组织去构想 然后去呈现你感兴趣的 嗯 嗯 这个这个部分是 然后还有人买单甜的 这这已经是很爽的 最好的工作 真的是最好的工作了 是 这个季节正好是吃蟹的这个季节 嗯 就我一直觉得其实中国应该 有机会来做一部美食电影 嗯 是按照李安拍影视男女的开头的 那么来拍的 上来就有一段那个老头子做饭了 那个那个好过瘾的 那个好过瘾的 嗯 你对李安的东西怎么开 反正我到现在也最喜欢他三部曲 我觉得特别厉害 我也是喜欢三部曲 就是说他他他他好就好在他里面有一种不明确性 对 他被一种不可名状的一种东西推着 嗯 那不可名状不真是所有生活魅力的来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这个太难拍了 这样 我觉得只有李安能推 但是他后面两部电影 我觉得换了主题 嗯 愿意去冒这样一个险 是 我觉得是在找的一个过程 李安排可能是在一个找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勇敢啊 哇 很勇敢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极限挑战者 他是对他喜欢把自己推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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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全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把自己推过去的 哦天哪天 真的太厉害了 你觉得有一天你会这么推自己吗 哦 我觉得我推自己我就掉下去 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安全 但是 上戏你没有来过 90年进来的吧 90年这门口有一个大铁门 然后以前我来考学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戏宣的学姐 说给我一个很沉重的打鸡猙 你还来考什么 你这个样子你不行吧 因为戏宣招进来的也都是帅哥美女 所以备受打击 我们穿小路吧 穿小路比较好玩 外面太招摇了 浑身不自在 对我也不自在 从葡萄家过去 第一次剃光头 就是在这边 这是重大人生转折处 重大人生转折的点 刮完以后从这出来以后觉得特别冷 那剪个头发多少钱啊 现在二十 二十二十 那时候你讲五块是吗 五块十块 五块 良心价都是 良心价 这个是李淑桐 李淑桐 进入剧场的空间都有一个神秘的通道 哇上去感觉一下 对 哇是不是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立刻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感受 对 看到裸的台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美的 我觉得一个戏在装灯的时候就所有的吊杆全部降下来 然后一个个灯往上装 然后一个个起 然后再调光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演出是一系列的活动 就从你开始准备排这个戏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 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整个演出演完以后 大家对这个戏的评论评价和讨论 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很有意思 我觉得其实做做一个演出不仅仅是演出本身 就大家的其实对这个戏的这个评论 对这个戏的这个理解其实是是有意义的 他们是整个这个戏的一部分 所以是一个漫长的高潮 对对对对对 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在这演 这个太多了 每一个印象都很深的 我在演出的时候我会很早就到剧场来 会把所有的戏全部都摸一遍 摸完一遍以后我就开始在外边溜达 整个的这个区域 我们在这里约人然后聊天 在外面抽烟喝咖啡 然后就会观察到很多人 能看到他们的状态 这特别有意思 对你舞台上的反应直接有直接的改变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迟到了 比如说有些人他在选择 你看他们在议论 就是他看着那个单子 他说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 他这个选择你就会想了 就是说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 他来花钱买票来看你这个 如果他看了你这个戏以后 你戏里面所核心传达的那个主题 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那之后呢演出完结束之后 会去比如说去旁边的那个酒吧 我们就聊一聊今天演出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演出哪些方面不对 如果是演出对的 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对的时候会很沮丧 很沮丧 有一次我演完艺术 也有一个特别老古板的那个知识分子说 你们演错了 你们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子 过去十年监制投资电影 然后演员 然后到反正总之很多不同的角色 你最想获得的能力 或者说修补的不足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很会让自己处于安全区 那个是我的最大的不足 怎么讲呢 因为我本身是特别擅长保护自己 我觉得我始终没有那种坚持 那种豁出命去的那种 有一种魂不令的那种东西 这个东西有点像极限挑战 就是你现在就穿着滑翔伞 你现在就是要从这个悬崖上跳下去 我会很担心这个不安全 我怕死 我怕摔伤了 我会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就是你想真正打破它 我觉得当我想的时候 比如不是说我下了一个决心 然后我就背上炸药包去 就我下了一个决心 我拿上炸药包 我还是会害怕 退回去了 对 我觉得所谓的无所畏惧 是你不觉得你拿了一个炸药包 你头脑里有两个声音 你能不能意识到 就是说假的那个声音 那个阻止你的声音 其实并不能代表你 我问清楚 我更重要的第一意志 我觉得就能突破 一种觉醒 那种东西 我觉得我的意志还做不到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幸运 因为我本身是演员 然后恰巧就是有作品成功了 所以大家对我有一种比较天然的认可度 那么但是作为导演 我觉得其实都 远远的这个不够 也不是说故意谦虚 就因为我们也跟这个时代一样 就说渐渐渐渐的 等到我们开始进入真正的这个阅读期了 我根本就做不到那样的 看出看看就投约了 你让我看画面 看视频 就是说看图画 我更能够接受 所以决定了我们本身的那个信息这个高度 就是达不到 你让我像那个 傅雷要求的那样去看书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就是我知道那个东西是好 我也知道他这个如果我读了 如果我消化了 我肯定会我有更深的这个理解 但是我经历经历不这样去考虑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有的人吃一口饭就够了 还有的人就是说 就是一大堆那个大餐吃完以后 消化不了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就是 消化自己能消化的 做自己能做的这个事情 你也不能被这个线绑架 但是我就对这事有矛盾 刚刚咱们你说的都特别同意那种 但我就特别怕这种东方式的 我到了你的年纪 我只看这个 但是其实你这个 这个人的挣扎不断的寻找 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就不同意有一个所谓的道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有那个就行了 他这两者之间应该一直是个紧张关系 就是我看到一些西方的艺术家 作家思想家 他们到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还在继续写书 继续在探讨问题 继续在想 而且还有很多挣扎 然后我们到了四五十岁 又假装自己都悟到了 就停滞在那个地方 精神的停滞你也要接受 就是精神的停滞 如果它停滞呢 你就要接受它的停滞 因为对于这一片大海来讲 你是没有办法吸干每一口水的 你永远是有欠缺的 难道你不应该死在吸干下一口水之前吗 你不这么觉得 我不这样 我觉得就是你的体验的过程 和你最终能够产生实践的过程 转化出来的结果才是更重要的 可能我就觉得这种结果没那么重要 就挣扎着去吸下一口水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比如我们小时候看金庸 都掉到一个洞里面 突然拿到比如九阳九阴真经 练完了就牛的 但我不太相信在封闭的空间里会产生 练出九阴真经这么厉害的事情 我也不同意 是吧 他应该在开放空间中不断的尝试 各种碰壁 我跟徐城打跟谁打个谁打了一圈 然后不断的发现 做到了死也没发现自己也没得到武功的真经 但是他一直在尝试的过程之中 但是你说的这个渴求知识 吸干最后一滴水的那个状况 不就是也是同样的一种封闭状况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一个语境的这个不同 你觉得只是个动态的封闭而已 只是动态的封闭而已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平衡关系是很 可能我们一生都要探索这件事情 是的 我很羡慕那种人 就是说 就是肆意改写自己的人生 就是他在上一秒钟还是 还是在这个领域内 就是他是特别特别怎么样 然后他突然就变成另外一 放成另外一种 这种人就太有点了 你看李珠彤这种 他那么成功的一个戏剧家 这那的音乐戏剧维持 转身就变了 转身咔他就变成那样的 太任性了这个 因为老外他有的时候也是 他到这个国家 他发现这国家好棒 他突然就住在这里了 他就是一种很任性 很自由的那种 对另一种自由 是 但这样的人可能在家人眼里 是一个十恶不顺的混蛋 太不靠谱了 他背后可能是对自己的高度负责 你不觉得我们生活中好多人 他们都是假装为别人负责 其实最后最终又没为别人负责 又没为自己负责 是不是 这也对 最后最后最后是卖鱼 最后是冷心卖 我们家的是个招牌 到这个场地 到今天这个时候 你会害怕失败吗 恐惧吗 还是有一点点 因为不仅是你一个人 因为一大堆人跟着你 不是 我还是有一点点 我好想跟罗业合作也不对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工作 我们曾经谈过一次合作 后来没成 没有可惜 因为他也是上海人 我好想跟他合作 但是我很担心他是不是觉得我太商业 看不上我 好像商业就是很容易对别人看不上 从来的电影我说你找我演 我说你不要找贾克扎 我说我有票房 他要找贾克扎演 后来我看到贾克扎演的一款片 我觉得我演不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贾克扎有一种很独特的东西 不在这个规则体系和预料之中的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超越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我只能承认你 好吧你不知道我是对的 那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妨碍你不在这个体系之中 超越这个体系 因为我一直试图让我这个作品跟更大的大众产生交流 还是跟安全有关系 其实不光是一个安全 就是说当你为更大的受众在考虑的这个时候 你的思维就会变得就是说更加倾向于 就是说对对对对 嗯你要照顾的更多的啊 嗯如果你不考虑照顾的很多 你才能够出现这个就是我就是这样子那种东西对吧 你对李延安东西怎么看 后面两部电影我就换了主题了 嗯愿意去冒这样一个险 是我觉得是在找的一个过程里面可能是在一个找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他很勇敢啊 哦很勇敢 他是一个 他他他是一个极限挑战者 他是对他喜欢把自己推到那个那个那个不安全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把自己推过去的 哦天呐天呐就是真的太厉害了 你觉得有一天你会这么推自己吗 哦 我觉得我推自己我一定要去 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安全 嗯 嗯 但是但是 嗯 嗯 就是会会会有一种一点会让我有点想试一 应该推的应该推一次的 希望我去冒一个险了 嗯 看命命大不大 嗯 他不在大众评判的一个标准之内 嗯嗯 我愿意这样试一下 嗯 可能会失败的 可能会失败 来 这边被你推下去 哈哈哈哈 我们在背后串你一脚 嗯 嗯